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苏州的寒山寺门口 您看看 今天人还真多 寒山寺最有名的那首诗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筹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作者写这首诗的地方啊 就在前边 前边您看还停着一只船呢 这条客船呢 也驶向了那个方向 咱们也去看一看 风桥叶博这首诗非常有名啊 咱们上小学的时候 课本里边就已经学过了 那今天到现场啊 再读起来这首诗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来到现场了啊 此情此景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首诗写的内容 远处那个尖的建筑物 就是寒山寺里边的塔啊 这些房子呢 就是江南水乡苏州的民居 这条河就是著名的 京杭大运河 眼前出现的那座桥呢 就是诗里边写的风桥 作者呢 当时就是坐着小船 从北方沿着大运河 来到苏州避难来的 第二天呢 是打算去苏州城的 然后当天晚上呢 先住在城外的风桥下边 风桥旁边呢 有一个夜泊处 当时作者的这个船 就停在码头旁边 他就住在船上面 听一下诗的第一句啊 月落乌体 霜满天 月落呢 意思是说 当时升起的不是那个明月啊 升起的是上悬月 上悬月指的就是一个小月盐啊 它呢 是下沉的比较早的 也就是说 在半夜的时候 月亮就下沉下去了 月亮落下去了 半夜的时候 树枝上的乌鸦 吱吱的乱叫 当时呢 又是秋天 天气也比较寒冷 晚上呢 也下了霜了 第二句啊 江峰 雨火 对筹棉 江边的那个风树啊 秋天 叶子 花花的往萨落 那雨火呢 就是渔船上的灯火啊 渔船上 晚上点灯 对筹棉呢 就是 作者啊 愁的 睡不着觉 前两句诗呢 就把这个 这边的环境啊 全部点出来了 还有这个 作者的情绪 也都写出来了 就是这个 寒冷的夜晚啊 作者一个人 住在船上 他又是来到了 一个陌生的地方 本身呢 他自己也有一些心事啊 看到周围这些 凄凉的景象啊 就有一些发愁了 所以呢 他就睡不着啊 再加上这个 晚上呢 这个寒山寺的钟声 又响起来了 钟声呢 就传到他的这个 客船里边了 这样一来啊 就更加显得 这个地方 比较凄凉了 作者呢 就是当时 有感而发 就写出了这首 千古名诗啊 这首诗的 字里行间呢 都透着一种 发愁的情绪 那他到底愁什么呢 这就要说一下 当时的这个 社会环境了啊 当时呢 发生了著名的 安史之乱 安路山 率领叛军 攻克了铜关 然后呢 占据了这个 长安啊 皇帝唐宣宗呢 都跑去了四川 很多这个老百姓呢 为了躲避这个 战乱啊 就往南迁 往南方跑啊 作者呢 也是其中之一啊 背景离乡 一个人呢 来到了这个 陌生的苏州 当时肯定为自己的 这个前途担忧啊 为这个国家担忧 而且这个作者呢 本来是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 前程的啊 他在安史之乱 发生的前两年呢 考取了纪事 本来人间呢 是可以当官 走仕途之路的 也可以走上 这个人生的巅峰 现在看的话啊 应该是一切都不可能了 皇帝都跑了 这就是作者啊 发愁的原因 咱们看啊 前面有一个路灯 就那个白房子 下面有一个石碑 上面就写着这首诗 那里啊 就是夜博处 人太多 咱们就不去了 去寒山寺看一下 寒山寺的门票啊 21位 学生半价 到寒山寺门口了 一会排队进去 人太多了 寒山寺 今天人可真多啊 全是来上香的 这个寺庙啊 是坐东朝西的 人太多了 纯粹是来 拍人头的呀 咱们 关于这个寺庙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个故事啊 寺庙里边有 两名德道高僧 一个叫寒山 一个叫石德 寒山有一天呢 问石德啊 他说世人呢 肥我 伴我 欺我 骗我 笑我 见我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石德回答说呢 那你就 认他 让他 避他 由他 随他 再过十年呢 也就是十年之后 你且看他 大家说 是不是回答的太智慧了 后来这个 石德和尚去了日本啊 在日本这个 弘扬佛法 把中原的这些文化呢 也都带到了日本啊 所以现在日本也有一座 寒山寺 而且咱们苏州的 这个寒山寺里边的 一口大钟啊 在二战时期 也被日本人给弄走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寒山寺所处的 这个环境啊 寺庙外边呢 就是风桥 而且还挨着这个 大运河啊 大运河至今呢 还在有 货船行运 看这个大运河 非常壮观吧 一个人 一首诗 成就了 一座寺庙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见